為了堵塞漏洞,落實愛國者治港 人大將甚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有此可能會取消立法會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消息日出,不少攬插派人人自危 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急急腳撲出來 忽然表殺忠感,說什麼什麼香港大部分人都是愛國愛港 只要求中央政府確守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基本法 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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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聽錯?劉慧卿忽然這麼愛國? 不過翻查資料,劉慧卿在03年曾經就在台獨問題上 講過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 原來這麼不尊重一中原則 就是劉慧卿所謂的愛國標準嗎? 而攬插派經常講基本法都沒有提過的特首要公民提名 究竟是誰帶頭違反基本法? 你說我都幫你不了 還有,還有,劉慧卿說如果日後 民主派完全沒有機會勝出選舉 就不應該參與,否則會成為花瓶 嘩嘩嘩,現在草案都沒有細節 劉慧卿這麼快打定輸數 縮曬沙感,是心虛還是身有事? 你還不是有警方,斷政給我 還有,這麼高峰 我好猜測 你變成ーム主派 也是也沒差 我們照片 我聽到這麼高峰 究竟是甚麼